前一段时间香港美国商会 曾经发布了它的调查报告 指出2021年的1月和去年的8月相符 企业对香港营商环境 持乐观态度的比例大幅上升 那么我也想给大家指出的是 香港法案法实施以来 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在港投资者 迎来更加安全 稳定 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关报告 也充分肯定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就在上个月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表示 去年香港的外来直接投资流入金额 位居全球第三 今年外国企业驻港公司的数量 和初创企业的数量也创历史新高 2021年 母公司在海外及内地的驻港公司数目达到了9049家 初创企业有3755家 这两个数字都是新的历史记录 我们想告诉大家的是 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以来 香港的营商环境得到了更好的维护 香港的发展潜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 中国中央政府将一如既往的全力支持香港发展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也将一如既往的欢迎各国工商界 把握机遇 继续在港寻求发展 并取得更大的成功 我们相信大家一定会看到 香港的明天会更美好 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 知识